人过六十岁 没有为自己准备以下东西的人 往后余生不好过 一 卷手语 人生之路 看似很漫长 却不曾想到 一晃眼就已经步入六十岁 回望过去 曾经的点点滴滴 都历历在目的 前半生 风雨里来去匆匆 为了家里的孩子 为了逐渐年迈的父母 为了心爱的伴侣 过上更好的生活 不曾好好停歇 不曾好好为自己考虑 不曾为自己做规划 从心底觉得 爱自己这件事 可以来日方长 可是 真正走到六十岁后 才发现 人生之路 只能靠自己去走 过了六十岁 没有为自己准备以下东西的人 往后余生的日子 大多不太好过 二 养老的钱 人这辈子 人这辈子 人这辈子离不开钱 生活琐碎处处需要花钱 住在城里 买根葱都需要钱 住在老家 看病抓药要钱 钱 是一个人生活中的必需品 人老了 没有更多的体力和精力去赚钱了 但是花钱的地方还很多 若要自己活得体面 就要未雨绸缪 为自己提前存钱 之前 有个老大爷 他五十多岁的时候 身边有人提醒他 趁着自己年轻 多给自己攒下点养老钱 可是老人觉得 自己有五个儿女 将来老了 他们一个月 一人拿五百元 每月生活都有三千生活费 老大爷 今朝有酒今朝醉 花钱潇潇洒洒 真正等到六十岁退休时 他才发现 让儿女一人每月拿三百元给他 他都得好话说尽 每个月伸手找儿女要钱的时候 他得小心翼翼 战战兢兢 六十岁之前 多给自己攒点钱 别将养老的压力压在儿女的身上 自己手里有钱 做事会更有底气 做人也会更体面 生活的好与坏 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三 相伴的人 越老 越害怕孤独 年轻的时候 为了赚钱 没有时间去经营家庭关系 常常忽略身边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加 衰老的速度渐渐加快 便要学会慢下来 仔细想想 是否已经给自己建立了特别深厚的家庭关系 将来自己老了后 病了 孤独了 身边有人陪伴 这个人 可以是爱人 也可以是子女 甚至还可以是邻居 好朋友 总之 就是要给自己建立一些 可以交换真心的人 当然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是相互的 若要晚年有人相伴 就要提前建立关系 在六十岁之前 善待那些真正可以和你交心 能和你携手共进的人 用尽真情 去换他们的真心 如此 将来即便老了 病倒了 也会有人给予关心 给予温暖 找到相伴的人 晚年会多一些温暖 少一些孤独和惧怕 人生之路 也会走得更加的温暖 从容 四 良好的心态 心态 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指数 越是心态好的人 越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即便 生活中有许多的不顺心 他也总是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看到好的一面 无论生活多糟糕 都能活得乐呵呵 笑盈盈 人生最苦的往往不是生活带来的风雨 而是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苦楚 这辈子 每个阶段都会经历磨难 考验 不管在怎样的人生环境里 有再多的钱 有再多的名利 都摆脱不了烦恼 若是要活得开心点 那便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生活 就是一面镜子 你看到不好的一面多 沉浸在负面的情绪之中 你就会收获烦恼 苦楚 看到美好的一面多一点 生活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幸福感 到了六十岁 保持平和的心态 过好自己的日子 五 做一些 让自己产生价值的是 六十岁 有的人 每天自己种种花 看朝起潮落 生活 别有一番滋味 而有的人 却每天忧心忡忡 觉得自己没有了价值 被身边的人嫌弃 退休后的人生 最迷茫的是 莫过于找不到人生方向 其实 无论年龄几何 人这辈子 终究要活得有价值 在岗位上退休了 虽然不能再赚很多的钱 但是 却可以去做一些 让自己产生价值的事 比如 将自己的经验值 传给下一代 又比如 拾起自己的兴趣爱好 让自己过得充实一点 又或者 力所能及的为家里人 分担点家务事等等 自己想去做的事 就去试试吧 也许 试着试着 又将为自己开创一条 更加精彩的人生之路 六 人这辈子 每个人都会老去 谁也无法避免 但是 过什么样的生活 却可以自己说了算 六十岁之前 多为自己做规划 让自己优雅 而从容得老去 阳台四不放 立马便福宅 无论阳台多大 这些东西都别放 梦想中的房子 一定是 有个大大的阳台 有一扇大大的落地窗 闲暇时 坐在落地窗前喝喝茶 看看书 赏赏花 也别有一番情趣 当然 也有人 把阳台当作收纳所 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阳台上 殊不知 老人曾留下忠告阳台四不放 绿马便福宅 也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能放在阳台上 第一样 枯萎的植物 不能放 大多数人 会在阳台上养花草 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小花园 看着肆意生长和绽放的花草 心情也没来由的变美好 这或许就是养花人最幸福的瞬间 不过在养花草的途中 难免会出现意外 或许是季节原因 或许是养的方式不对 很多花草会出现问题 慢慢开始变得枯萎 这个时候 一定要把枯萎的植物处理掉 不然会滋生细菌 传染给周围其他植物 这样的话 一整片花草都可能出问题 最重要的是 植物滋生细菌之后 还容易影响到人体的健康 整个室内都会被枯萎植物传染 第二样 灶台 不能放 明明是阳台 却被改造成灶台 每其其约 做饭 是一种享受 就应该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完成 而家里原本的厨房位置 也可以充分发挥价值 变成一个小的卧室 对于小户型的业主来说 这样的改造深得他们心意 可问题是 这样的改造完全就是错误的 后期在使用中 就会知道错得有多离谱 真的是花钱受罪 养它 本来就是家里的通风口 若是在这里炒菜的话 油烟肯定会顺势跑进室内 整个家里都是浓浓的油烟味和油渍 本来 只需要清理厨房就好 改造之后 却要清理家里所有的地方 工程量真的巨大 第三样 神龛 不能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这是他们的自由 按理说 外人应该尊重他们的信仰 可问题是 有些人把神龛放在阳台位置 看似是在信仰神明 实则却是诋毁 神明 是需要前程对待的 需要把它们放在安静的地方 而阳台 显然不是合适的地方 经常会被风吹日晒 时间久了 神龛也会受到影响 这完全就是不敬神明的表现 若是真的有信仰 就把神龛安置到家里相对安静的地方 若是条件允许 可以专门为他准备一个房间 更能显尊敬之情 第四样 杂物 不能放 无论家里的阳台 有多大 都请不要把杂物放在那里 这是对阳台最起码的尊重 要是阳台的面积不是很大 那么堆放杂物之后 阳台的空间就会变得更小 更何况 杂物本来就是用不到的东西 可能已经滋生细菌 若是放在阳台的话 就会影响家里的空气流通和质量 时间久了 这些杂物还会散发出异味 实在太影响健康 偶尔有客人上门 看到阳台都是杂物的话 也会影响形象 客人肯定觉得 这家人太懒了 平时的生活习惯不好 不然怎么会把杂物都堆在阳台呢 家里有阳台 本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为何要放上这些影响幸福的物品呢 想要提高幸福指数 就要学会利用阳台的通风和采光 让室内的空气变得更好 人到中年 有一种高级的修养 叫平和 作家马德说 只有平和下来 生命才真正找到了回家的路 人到中年 平和是一种高级的修养 需要不断的与人性的贪婪 内心的执念和外在的诱惑做斗争 能够轻松自如地做到这几件小事 便渐渐地获得了平和的气质 一 不收不义之财 才能问心无愧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中年人 已经可以放下年轻时所谓的清高 在日常生活中 自然而然地谈及赚钱 存钱 花钱的辛酸和不容易 也会热衷于讨论 发财这样式世俗话题 并躬身入局 甘之如疑 放下面子赚钱 哪怕做着最脏 最苦 最累的活 也不会再觉得没面子 了 放下身段谈合作 哪怕是亲朋好友之间 也不会觉得难以启齿 反倒落落大方的约定亲兄弟 明算账 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做一门副业 正点外快 只要来路正当 苦点泪点都不算什么 怕就怕 不易之财横在眼前 一旦处理不好 便坠入深渊 元朝时 曹剑任职湖广行省原外郎时 他的老部下顾冤博给他写信 表达思念之情 还送来了有助于改善睡眠的朱砂 曹剑对此很是感激 因为失眠的症状有所减轻 就没有打开沉沙 半年后 他调配中药需要用到沉沙 打开一看 居然还有三两黄金 曹剑顿时明白 老部下是有求于己啊 但自己一事清廉 又怎会收下呢 于是 他想着赶紧还回去 但顾冤博已经去世了 于是 曹剑请来他的儿子 说这是他父亲生前 寄放在自己家中的 现在交付回去 顾冤博的儿子信以为真 曹剑也如是重负 这则小故事 就告诉人们 不贪图不义之财 才能拥有平和 才能活得坦荡 安然 二 不要名不负实的虚荣 才能无所负累 宋徽宗时期 耗时六年 穷尽国库 修建了皇家园林万岁山 很多官员为了讨好他 总在别出心裁 找各种祥瑞 以求谋得个一官半职 其中 有兴趣的老头 最擅长训练各式动物 他到丞相同贯那里自建 愿意训练一些真情 为皇帝赢驾 在得到应允后 他找来一辆和皇帝平时出行坐的一样的车子 走走停停 每次停下来 就在车子前面放一个大盆子 里面装满了煮熟的肉粒 以及高粱小米 他模仿起鸟的叫声 那些鸟就飞来了 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 鸟们形成了条件反射 等到宋徽宗真的到来那天 随着薛姓老头的一声招呼 天空中立即飞来数万只鸟 于是 薛姓老头赶紧拜倒在皇帝车前 大喊 万岁山瑞秦赢驾 果然让宋徽宗大喜 当即就封了他一个官职 还赏赐了好多钱财 如此穷尽心机 只为溜须拍马 贪图虚名的人 不止薛老头一个 也不止于哪一个朝代 正如同金庸先生所说 只要有人在的地方 就有江湖 只是 那些贪图虚名的人 终究只能风光一时 无法风光一世 如同宋徽宗 他虽艺术造诣颇高 却实在是个糟糕的皇帝 以至于灭国 而薛老头之流呢 皮之不存 毛江烟腹 他们的结局同样悲催 由此可见 人到中年 不管是已经身居高位 还是一文不明 都不要再追求所谓的虚名了 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头衔 若不是自欺欺人 便是哗众取宠 不过是笑话而已 千万别沉溺其中 成为名副其实的套中人 三 不放弃有备无患 才能凌微不惧 小时候 去上学 爸妈都在外打工 爷爷奶奶也要下地干活 所以每天早上出门上学 我都习惯性带一把雨伞 因为知道 即便下大雨 家里也不会有人来接 这种有备无患的习惯 大概就是从 不管刮风下雨 都带一把雨伞 这件小事中 慢慢养成 同样 因为父亲是电工 打我记事开始 就知道 电器不用了 就需要拔下插头 如此 才是最安全的做法 当然 这一举动 曾让我在公司备受嘲笑 还被同事嫌弃太麻烦 直到有一次 遭遇雷暴天气 全公司 就我的电脑 因拔了插头 而完好无损 才让所有人都闭了嘴 有这些生活中的点滴小事 我在众人的眼中 成为了一个谨小慎微的人 工作上也习惯于辈分 不管大事小事 都要提前做好方案 早早地收集相关资料 针对有可能出现故障的地方 则更要多用几分心思 为此 自己多做很多事 但付出总有回报 但凡我经手的事情 总能以最少的差错 最高的效率 让众人刮目相看 当然 对此 过往的经验提醒我 一旦有荣誉 理所当然要归结为他人 而将自己摆在 最可有可无的位置 对于自己 始终要以如履薄冰的态度 审慎地对待每一件事 大概 这就是所谓的没有伞的孩子 要学会奔跑在我身上 刻下的深刻烙印吧 虽然很累 但心里无比踏实 作家马德说 平和 实际上是让一个人的内心 从狭小走向辽阔 从狂乱走向沉静 从复杂走向简单 能容 能忍 能让 能原谅 面对这样的人生修行 并非一朝一夕 就能如愿以偿 但唯有坚定平和的信念 才能在重重压力之下 活得坦荡 自如 人到中年 换种活法 人到中年 上有老 下有小 生活压力都给到了自己身上 作为家庭的顶梁柱 自己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咬牙坚持 不能倒下 因为自己身后 还有一群人 需要自己 人到中年 一路走来跌跌撞撞 有时候 在与人相处之中 真的感觉很累 有时候 会因为一些推不掉的社交 会因为工作的压力大 而感觉到好累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 不如换个活法 让自己减少消耗 活得轻松一些 一 人到中年 多一点运动 释放情绪 如果你容易被情绪影响 那么你应该多一点运动 人一运动起来 身体也会动起来了 这样情绪也能通过运动释放出来 然后运动完了 自己就会觉得很轻松了 因为运动能够赶走焦虑的情绪和疲惫 让你瞬间活跃起来 运动是生命之源 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 一定要运动起来 不要一直闷在家里 要多走动一下 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好 散散步 跑跑步 久而久之 经常锻炼身体的人 跟不锻炼身体的人 精神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二 热爱生活 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人到中年 即使生活压力很大 我们也依然要热爱生活 汪曾祺说 一定要有点什么爱好 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所以 我们人到中年的时候 虽然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但是我们的心是热的 我们要热情面对生活 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 风迎自己的内心 取悦自己 给自己的心灵 留出一点空间 学会独处 生活才不会枯燥 人到中年 去发掘自己的感兴趣的事情 去学习 去拥有一个兴趣爱好 然后放松自己去奔赴 你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 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 而不是一潭死水 在你休息的时候 就做你感兴趣的事情 会在你的心口 开出一道花来 芬芳 你的人生 三 清理圈子 远离只会消耗你的人 人到中年 该学会看清一些人了 有些人 根本不值得深交 我们就不要一直将 就着要学会远离那些只会消耗你的善良和老实 一直占你便宜的人 有的人表面跟你交好 背地里却是见不得你好 甚至给你穿小鞋 趁机踩着你上位 人到中年 那些你不想维系的关系 不舒服的关系 那就推掉 划清界限 让自己远离垃圾人 给自己一份清静 人生 不是越过关系越好 有些关系 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维护 人到中年 也不必把所有人都请进自己的生命中来 不然自己就会感觉很心累 学会清理圈子 减少无用社交 不必太热闹 告别一些人 日子才能过得轻松一些 人到中年 不要活得太焦虑 烦恼天天有 不想自然无 我们凡事要想开一些 好好活着 就是福气 有一句话说 最好的生活状态 就是低配你的生活 高配你的灵魂 年龄只是符号 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不管生活多么艰苦 我们依然要勇敢前行 为自己续航 学会自己治愈自己 简单生活 跟舒服的人在一起 责善而交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做人 要干脆利落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一件小事 如果你总是想不开 就变成了大事 一件大事 如果你放不下 就变成了伤害自己的事 聪明的人 从来不会和烂人 烂食纠缠 对于过去 总是一笑而过 好好活在当下 才是正确的活法 好好筹划未来 才是希望满满 有一种高级智慧 叫干脆利落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念过往 不惧将来 一 说话 一言九鼎 古人说 言必行 行必果 一个人 说话不算话 就会失信于人 如果总是 喋喋不休说话 总会被人抓住把柄 习惯了信口开河 那就难免得罪人 一个人说话的方式 体现了一个人的人品 人品好的人 在说话的时候 会思考一番 会选择合适的机会 开口说话 也会选择合适的 话说出来 如果什么都没有想好 那么就干脆不说话 学会沉默 我的同事小刘 他的家在一个山沟里 家乡的红薯很美味 在上个周末 小刘问大家 我要回老家 你们谁要红薯 就告诉我一声 我给大家带一袋子来 很快 同事们列了一张 买红薯的清单 小刘拿到清单后 告诉大家 放心 过两天 让大家愿望成真 可是 小刘到底是食言了 她不仅没有带红薯回来 连一句解释都没有 虽然 买一点点红薯是小事 但是小刘不把自己的承诺 放在心上 体现了她的人品不太好 估计下次没有人 相信她的话了 聪明的人 不会轻易答应别人 也不会轻易据别人 还不会轻易平级别人 做人 要管好自己的嘴 把握说话的尺度 二 做事 心动不如行动 很多人 有想法 但是没有办法 更没有行动 你身边的人 也许常常会说 我想去旅游 但是没有时间 我想考公务员 但是没有资格 我想去参加比赛 可是我怕输 我想周末去看父母 但是我没有买车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越过越好 一直走上坡路 可是 希望一直都在 但是不行动 希望就变成了失望 很多事情 看起来很难 但是做起来并不是很难 有的事情 做起来很难 但是坚持去做 事情就做完了 你自己也收获满满 做人 干脆利落 行动 永远比 心动重要 不要把理想挂在嘴边 而是要马上开始 也许你计划明天 开始努力奋斗 可是明日复明日 真的不知道 哪一天开始 三 拒绝 从不拖泥带水 作家丁远志说 被别人拒绝并不可耻 他反而显出你的潇洒 大度 你为石魔不敢拒绝别人 因为你抹不开面子 你怕得罪人 你能力不够 你想法太多 你太容易被人欺负了 很多人 想要做老好人 可是最后却做了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比方说 一家酒店的老板 遇到厨艺很差的员工 他知道具体情况之后 仅仅是批评了机具 并没有把员工辞退 过了一阵子 这位员工并没有努力学厨艺 而是继续按照原来的套路工作 因为菜品不好 导致酒店很多老顾客 都不愿意来了 老板损失不小 你不拒绝别人 别人就会伤害你 就会导致你的利益受损 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善良 都是朋友 学会拒绝那些没安好心的人 不思进取的人 面善心黑的人 违法乱纪的人 就是保护自己 拒绝的时候 要严厉 不要给别人有回旋的余地 否则你就是自讨苦吃 别人会纠缠你不放手 罗曼 罗兰说 善与恶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两面 如果你坚持善良 你就要勇敢地站出来 维护正义 而不是战战兢兢地说话 更不要和不善良的人同路 做一件好事 你就帮人帮到底 不要半途而废 不要因为遇到困难 就打退堂鼓 你的好心 一定会得到好报 你不好不坏 别人是不会感激你的 甚至是好心办坏事 我的朋友阿明 在下班回家的时候 看到有人随意采摘路边的花朵 他说了一句 请爱惜花朵 对方先是一愣 然后继续采摘花朵 这时候 阿明觉得很无趣 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 走开了 虽然 这件事 阿明并没有做错 但是他很长一段时间 都问心有愧 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字经理解道 人之初 性本善 如果你坚持一生善良 那么你就真正成为了道德高尚的人 心灵会很干净 没有任何的愧疚感 五 烦恼 一念放下 万般自然 唐家三少说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巨大的利益背后 往往有助陷阱和毒药 当你很烦恼的时候 你就学会放下 并且要尽快放下 不要等了 所有放不下的烦恼 都是毒药 会一点一点地吞噬你的快乐 会让你的心情很沉重 常常有读者问我 我忘不了爱而不得的人 该怎么办 我总是说 学会放下 逼住自己不去想了 就好了 是啊 遇到喜欢的人 但是无缘做夫妻 你不放下来 就是烦恼一直在心里 就像一颗种子在生根发芽 其实 不管是因为什么事情产生的烦恼 都要放下 当你烦恼的时候 马上就把烦恼的根源救出来 狠狠地逼住自己不去想了 不要说慢慢忘记 因为你忘记得越慢 耽误得时间越多 大家都是成年人 有话直说 有事就马上去做 该拒绝就拒绝 该放下就放下 做人 别磨鸡 要当机力断 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 不要处处留情 不要总是有回旋的余地 学会干脆利落 也许会得罪人 但是真正理解你的人 还是会常办左右 学会干脆利落 其实是对别人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 婚姻里 命苦的女人 需要学会变通 一 俗话说 我命有己 不由天 命运要把握在自己手里 这样的道理 谁都懂得 可是要做起来 真的好难 尤其是女人 一旦结婚 就很不自由了 要管孩子 做家务 还得常常雇主 双方的老人 总有一些女人 从新娘到大妈 几乎是秒变的 有人总结了一下 命苦的女人 有三个特点 脾气小 总是委屈自己 格局小 没有设计蓝图 心眼小 容不下额外的人和事情 如何改变命运呢 正如古人所言 辩则通 通则久 二 第一点 面对现实 改变心态 林语堂说过 明智地放弃 胜过盲目的执着 坚持到底 就是胜利 类似的鸡汤文 大家应该看过不少 但是坚持不住的时候 还要坚持吗 是否考虑一下 及时放弃 放弃之后 又应该做点什么呢 人生有一系列的问题 在等住自己 并且没有固定的答案 连范本也没有 清朝末年 陕西三园有一个女人叫周莹 她知书达理 美丽大方 可是命运却给她开了个大玩笑 父母为她定了一门亲事 对象是一个姓吴的小伙子 家底殷实 祖辈作严生意 可悲的是 吴小伙大病一场 吴家为了冲喜 急着让周莹过门 末几天 周莹就变成了寡妇 公共也意外过世 叔叔伯伯们 对吴家的财产 虎视眈眈 生意厂商的人 也有了另谋高就的想法 周莹忍住悲伤 挑起重担 通过诚信 关爱下属等方式 撑起了吴家的一片天 后半生 再也不言爱情 2017年的热播剧 那年花开月正元 就是根据周莹的人生历程改编的 我们不难发现 一个弱女子 也能变成顶梁柱 角色的转变 很重要 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 到底哪一个先来 但是总有一样会来 聪明的女人 积极迎接明天 暗中防备 意外 一个人的心在哪里 那么人生的光环就在哪里 一门心思去琢磨痛苦的事情 人生注定会痛苦 如果不去坚持痛苦 幸福就会来临 有句很难听的口头禅 节哀顺便 不管多悲伤 都要懂得止损 根据情况来调整自己 事情无法调整了 那么调整心态 积极地改变明天 三 第二点 主动赚钱 积极便富 女人结婚之后 金钱是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很多女人 只懂得花钱 不懂得赚钱 认为自己嫁对人了 余生衣食无忧 正如马克·土温所说 一个奇怪的 虚荣心十足的 令人生艳的女人 我实在无法喜欢她 除非是在汪洋大海中的 一只木筏上 陷不到其他粮食的时候 当女人手里无粮的时候 才会真正体会到 钱难赚 日子难熬 也许此刻 身边的她 也留不住了 不管嫁给谁 女人都要保留赚钱的本事 否则就会变成花瓶 衣服 随时都可以被扔掉 丧失人生的选择权 朋友张姐 原本在电子厂做文员 为了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 不得不辞职 把孩子送到幼稚园之后 她一边读书 一边写文章 通过自媒体平台 展示自己的读书成果 虽然每天的收入 只有几十元 但是她很满足 丈夫也对她刮目相待 没想到 我的老婆也是作家 最可贵的是 张姐的带动下 一家老小都爱上了读书 都研究自媒体 家庭的氛围与众不同 从长期来看 女人懂得赚钱 还是积极面对离婚的表现 虽然没有人愿意离婚 但婚姻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坏的打算也要有 这样的话 坏事来临也能从容 成就婚姻的是金钱 改变命运的 还是 不管本事大小 赚钱的尽头不能放下 四 第三点 从小看老 变化格局 有人说 三岁看到老 七岁定终身 从一个人三岁的时候 就能够发现 他长大了会做什么 似乎人生已经成了定局 童年的爱好 说话的语气 处理问题的方法 都预照住未来 秦朝末年 陈胜少年时 在当农民 对周围的人说 以后富贵了 不要彼此忘记啊 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认为他瞎说 一个农民 有什么出息呢 在后来 陈胜成为了农民 起义领袖 做人的格局 对人生有多大影响 可见一斑 作为女人 往往会出现头发长 见识短的形象 尤其在古代 女人的样子 都定格在阁楼里绣花 卑贱的女人 就在厨房里做饭 帮大户人家做丫鬟 走进官场 是不可能的 现在 时代越来越好了 女人也是半边天 为时磨 还要把自己 定在古时候 演员陈小春 娶了应彩儿为妻 夫妻相伴多年 一直幸福 在一次做节目地时候 应彩儿回应 生死逝世 离婚逝世 其他都不是事 按照自己的想法 应彩儿努力 经营婚姻 健康生活 陈小春的心 被牢牢锁住了 天下女人 都希望身边的人 和她踏踏实实过日子 就冲住这个目标 也要做好长远规划 在大是大非面前 能够选择远方 而不是为了眼前的 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闹腾 因为眼里有彩虹 因此命运 有声有色 五 乔 拜伦说 爱情对于男人 不过是身外之物 而对于女人 却是整个生命 大部分的女人 都会犯两个错误 因为爱情 迷失自己 把爱情看得太重 所以忽视了自己 真正命好的女人 总能跳出圈子看圈子 不被婚姻的圈子 困住自己 人生机十年 看清自己 做好自己 才有好命 幸福不在她处 在自己身上 婚姻里 女人懂得低配生活 感情才能长久依 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每个人都希望 一辈子都生活在浪漫之中 尤其是女人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度过一段美好的蜜月时光 看美如画的山水 现实总是那么残酷 结婚之后 浪漫消失 柴米油盐的烦恼 接踵而至 有人说 一个家庭 80%的矛盾 都是源自 墨钱 其实 生活的幸福感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还与花钱的方式 人心的欲望 人心的欲望有关 从男人的角度来说 要明白 愿意陪你到老的女人 一定会过低配生活 二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等我老了 就回农村 一连串的问题 让我不知道 如何回答 才好 人啊 习惯了繁华的城市生活 就难以回归了 和我同村的表叔 在过年的时候 谈起过自己的爱情故事 当年 他去提亲 从家里带了两只母鸡 还有两双解放鞋 娘家的人 丝毫也没有嫌弃 还请他吃了鸡蛋汤 结婚那天 表婶从娘家 带来了一个手工磨面鸡 婚后 两口子办了米面作坊 表婶在家里做米面 表叔挑住竹框 到处叫卖 一晃就过了三十年 儿女们都长大了 进城了 她们还坚守在农村老家 夫妻俩过日子 要像一双筷子 一是谁也离不开谁 二是什么酸甜苦辣 都能一起尝 能够把这句话冠 穿到一生之中的夫妻 不管在低谷 还是在顶峰 都能好好过日子 如果你遇到一个女人 一开口就说 要多少彩礼钱 要穿金带银 每个月付面膜的钱 就是好几千 那就别谈了 男人的钱 不仅仅是用来谈恋爱的 还要用来投资兴业 除非 你的钱花不完 就可以在女人面前 一致千金 真爱 离不开金钱 但是金钱买不到 体现在一日三餐 在苦难 终生花 三 好女人 一定是会过日子的女人 很多人 把低配和寒酸联系在一起 如果三餐没有肉 就是接不开锅 衣服上有补丁 就是苦不堪言 出门不开豪车 就面子掉下去了 张爱玲在半生园里写道 中年以后的男人 时常会觉得孤独 因为他一睁开眼睛 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 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 男人真的不容易 出门在外 看人脸色 还不一定能赚到钱 围城里 方洪健和妻子孙柔家的婚姻破裂 源头都是一些小事 比方说 有一天 方洪健回家 才发现妻子 刚刚招待了客人 大家都吃饱喝足 各自离开了 妻子也吃过饭了 并没有特意为丈夫留饭 男人不问清红皂白 马上发火 女人感到委屈 怨气冲天 好端端的家庭 在争吵中慢慢变得寒冷 夫妻缘分消失殆尽 心仇旧恨 都算在了一起 好妻子 一定和一日三餐联系很紧密 把日子过得节俭一些 多一些关爱的因素 粗茶淡饭 也会变得香甜可口 四 婚姻里 女人懂得低配生活 感情才能长久 陋世明写道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私事陋世 唯无得心 台横上揭律 草色入联青 在追捧大房子 豪车的年代 能够知足常乐的女人 取到就是赚到 简单的房子 只要清扫干净了 生活就美好了 一般来说 过低配生活的女人 除了一日三餐 很节俭之外 还有以下具体表现 其一 舍去购买玉 从不买鸡类一样的东西 比方说 非常贵 不适用的健身器材 高端的玩具 外表很美 又不合身的裙子等 把逛街的时间 花在教育孩子 陪护老人 读书等事情上 其二 物尽其用 学会自己做一些工艺品 装扮家庭 很多东西 能够废物再利用 而不是随手一扔 其三 借掉攀比心 不会一开口 就说隔壁的某人 赚钱比谁都厉害之类的话 和亲戚朋友相处 不会抱怨丈夫赚钱太少 其四 精打细算 花钱的时候 自己心中有账本 不管家里收入多少 每个月都能够有存款 一分钱 在他的手里 可以掰开来花 作家三毛和丈夫 一起在撒哈拉沙漠的时候 家里很简陋 三毛把废旧轮胎 报纸等 做成功一品 家庭顿时就变得温馨了 他不仅自己很讲究 还带领周围的妇女 一起改变生活环境 真正的快乐 不是狂喜 亦不是苦痛 在我很主观的来说 它是细水长流 碧海无波 在云云众生里 做一个普通的人 享受生命一杀间的喜悦 那么我们即使不死 也在天堂里了 或许 以上这句话 就是三毛内心深处的幸福生活 即便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 大手大脚花钱的浪漫 却能够让爱情持续升华 化成永恒 五 一对夫妻 懂得低配生活 精神就高贵了 婚姻就像一个存折一样 存储的不仅仅有金钱 还有爱和默契 也有点滴的生活片段 年轻的时候 夫妻一起储蓄 到老了 慢慢从存折里找到福气 存折是活期的 密码也是公开的 但是谁都不会轻易支取 没有任何的私心 如果生活有难处 就可以取出微笑 关怀 柔情 鼓励 信任等 夫妻如左膀右臂 丈夫是勤劳的右手 妻子是节俭的右手 断联后 女人还有这三种表现 不曾放下 还深深爱着你 人欲爱情 都渴望能天长地久 至死方休 为此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全心投入 却常常事与愿为 分道扬镳 分手之后 谁都会痛苦无助 男人自暴自弃 女人痛哭流涕 不同的是 男人的表现一般隐蔽 已并无所谓自居 死要面子 而女人的表现通常明显 无法自洽 尤其是在心中 还不曾放下的那段时期 即便断联 痛苦 也依然能被人轻易察觉 一 所有的不期而遇 其实都是费尽心机 女人在分手之后 总会希望对方 能够回头找她 因为从小被父母和社会教育女性要自持 女孩们不能轻易放下矜持 主动求和 她既不能主动联系 更不能主动见面 生怕自己的沮丧被人堪破 宁愿自讨苦吃 很多男人都会觉得女人心狠 就此断联就是不再相爱 其实她的内心十分煎熬 无时无刻 不再等待转机 这时候 他们会自己制造机会 与对方不期而遇 一是探查对方的虚实 二是全了自己的真心 有首歌里唱得好 女人多聪明 一爱就笨 如果你还想爱 就请珍惜这个分开后仍然费心相遇的笨女人 放下身段 找回爱情 二 所有无关紧要的动态 其实都是欲盖弥彰 女孩总是藏不住心事 因此分手之后 很多人会发现 他们一段时间后 会重新关注对方的社交软件 貌似不经意间发一些动态 表面与她无关 实则 只是想证明自己恢复如初 欲盖弥彰 这时候 别怀疑 她还在爱着她 如果女人真心想分开了 她会第一时间 将所有联系方式删除 以表决绝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重新关注 经常在社交软件上 分享自己的照片 或者是心情状态 妄想用这种看似 主动实则被动的方式 积极暗示 心中的期待不言自明 不管是主动 还是被动 亦或是明智 还是愚蠢 都希望能够被对方懂得 并且挽留 这时 她已经放下姿态 努力寻找着复合的方法 如果你还想继续 就请给她一个台阶 让这个欲盖弥彰的笨女孩 有机会再同你相伴一程 三 所有坚不可摧的刚强 其实都是一触即溃 她没有忘记那段情 因此才故作坚强 很多情侣吵架之后 女生会选择和男生冷战 甚至是离开 其实 每一次的冷漠或出走 她们的内心都渴望对方挽回 从而确认男生是否还在意 女人天生敏感多思 总是试图在伴侣身上找寻安全感 如果日渐不满 便会选择离开 这不代表女人心中 可以立刻放下这段感情 只是不愿自己过得卑微而已 那些避而不谈的过去 一旦在某个时刻被再次点燃 她们会即刻陷入崩溃之中 难以平静 其实 女孩通常是柔软而脆弱的 尤其是面对爱情 所有坚不可摧的伪装 其实都不堪一击 越是装作若无其事 就越是没有忘记 但是 女孩的爱情 的确会因为分开的时长 而渐渐变淡 直至消失 因此 如果你还想爱 就不要让她等待太久 否则很难再续前缘 男人总觉得女人说变就变 说不爱就不爱 其实不然 女人心持久而浓烈 因为权情投入 却不懂章法 所以 总是经常伤人伤己 分开以后 如果那女孩总和你重逢 这不是缘分未尽 而是她在等你回头 如果那女孩悄悄恢复和你的联系 却又发布无关紧要的状态 她没有就此翻篇 而是她在害怕 与你真的断了联络 如果那女孩表现得满不在乎 她没有放下感情 而是她还在爱你 不要轻易说分手 也不要轻易伤害女孩的心 如果还在爱着 请你珍惜和深爱 异性朋友之间 出现这三种过界行为 说明已经不再清白了 美国人类学家 Edward Truchel后提出了交际距离理论 是指人和人相处时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她将这种交际距离 分为公共距离 社交距离 个人距离 亲密距离四种 其中亲密距离是0至45厘米 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 就会带来很大的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这种人际交往中的边界 也很适用于异性朋友之间 当异性朋友在这三个方面过界 就说明他们已经不再清白了 一 言语上的过界 窦文涛在圆桌派中说过一个故事 以前他曾经偷偷看过女朋友的手机 他看到有人问他女朋友 干嘛呢 这三个字让他特别不高兴 他觉得这三个字是只有爱人之间 才能有的嘘寒问暖 普通朋友之间不能这么说 有些人觉得 既然是朋友 就应该坦诚相待 想说就说 不用保留 但是 把握好言语上的边界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 是为人的基本修养 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如果没有把握好 语言的界限 尤其是异性朋友之间 很容易就会产生关系变质 就像有些女人总是喜欢 靠在男人身上撒娇 有些男人总是说 一些撩人的话 情感上的事情 往往都是单行道 当两个人一旦越过了界 关系变得暧昧不清 最终 只能伤害到彼此 二 行为上的过界 纽约时报做过一项 关于男女交往边界的调查 在受访的5000人中 有53%的女性 和45%的男性认为 婚后 单独和异性吃饭 并不十分合适 韩国电视剧《天空之城》中 宇宙一家团结有爱 气氛十分温馨 被称为模范家庭 家庭中的父亲 就是一个能够把握好 行为边界的人 平时 他与其他女性 保持着明显的边界感 从不亲近女性 即使在工作中 也会与女性保持着 应有的距离和礼貌 这样的做法 是对婚姻的尊重 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 可是 现实生活中 常常有些人 模糊了界限 他们认为 两个人 就是非常清白的 朋友关系 在一起聊天 喝茶 吃饭 很正常 他们心中很坦然 只是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 这种行为的不妥 或许 一次两次真的没什么 但这样的次数多了 人们的想法 就会发生改变 三 情感上的过界 每个人在生活中 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生活上 有家庭上 有夫妻之间 有母子之间 和朋友在一起 我们总是将内心的烦恼 向朋友倾诉 有的时候 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份 诚恳的建议 有的时候 也只是希望能够 有机会说一说 可偏偏有些人 他们仗着朋友的身份 主动插手他人的家事 他们觉得自己 是为了朋友好 但他们忽略了 不恰当的关心 会给自己 给他人带来很多 不必要的麻烦 诚然 朋友之间 互相关心是应该的 但所有的关心 都应该有界限 对于他人家庭的纠纷 情感的烦恼 我们只需 做一个忠实的听众就好 之后 学会遗忘 不要记住 更不要传播 很多时候 听 就已经足够了 异性朋友 相处 因为性别的原因 更应该懂得把握分寸 不该说的不说 不该做的不做 唯有如此 才能将这份 友谊长久的 维持下去 人活着 好好努力吧 一 别羡慕别人 你也会有 我们人哪 不要老是去羡慕别人 羡慕别人有车子 羡慕别人有房子 羡慕别人家庭幸福 羡慕别人家有钱 然后 我们就逐渐地失去自己了 然后 我们就逐渐地迷茫了 然后 我们就越发地抱怨了 其实别人的拥有 也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其实 别人的一切 也并不是平白无故地来的 都是经过自己的努力 一分一毫地打拼出来的 都是自己辛辛苦苦 攒下来的 所以 人的一生 好好努力 好好努力就对了 好好努力 你想要的都会有 好好努力 别人有的你也会有 还用得着去羡慕吗 还用得着去仰望吗 当然没有必要了 因为你已经有了 因为你已经不需要了 诚然 拉回自己的视线 把关注点 放在自己的身上 看看自己的优点 然后扬长臂短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吧 二 不想再过这样堕落的日子 那就好好努力 其实 如果你当下挺堕落的 如果你当下挺迷茫 如果你当下挺狼狈的 那么请一定好好努力 如果你任其下去 而不是努力 而不是抓住机会 那么你终究只能过这种日子 那么你终究翻不了身 当下的日子 也许你不想过了 因为当下的你不够积极 因为当下的你不够乐观 因为当下的你不够开朗 无论你是想要改变成什么样的自己 请一定要好好地努力 好的自己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好的自己从来都不是靠别人 好的自己从来都是靠自己 好的自己都是经过自己的努力 都是经过自己的拼搏创造出来 为那个心中的自己 为那份想要的明天 你值得好好为自己而努力 加油吧 三 在努力的时候 不要分心 专注当下 迎接幸福人生 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因为收获不到自己当下想要的成绩 所以也会一度地开始质疑自己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心态是最难调整的 如果说我们的心态不稳定 那么我们随之有可能会倒下 所以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时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 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人的一生也许难得不仅仅是这件事情 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地挑战自己的极限 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所以说 在努力的时候 就不要让自己分心 让自己专注当下 让自己赢在当下 你不分心 你越来越努力 你越来越出色 你越来越优秀 你会发现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 人啊 不要老是关注别人的成绩 从而忽略了自己的成绩 因为你和别人不再同一起跑线 所以你们的结局也注定不同 只要专注自己 做好自己就好 站在自己的起点 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前进 终有一天 你也能够走到胜利的彼岸 四 努力很难吗 其实 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而已 有时候想想 为什么有些时候 就是会懒散 就是无法专注 就是无法去努力 其实真正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面对今后 面对当下 我们没有办法直视失败 幻想着 如果说失败了怎么办 幻想着 如果说自己失败了多丢脸 幻想着自己失败了 还有能力站起来吗 其实 你想一千遍 一万遍也没有用 想得再多 不如付出实际行动 唯有你的实际行动 才是最有力的证明 所以不要犹豫不决 你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人生 你想要走什么样的路 那就勇敢地去面对 勇敢地去抉择 我们要相信的是 我们所走的路 我们所吃的苦 都是该走的路 都是该吃的苦 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白吃的苦 不会有白走的路 每份吃的苦 每次走的路 都在成就着我们 只是因为 我们内心缺少了 那一份勇气而已 请让自己充满勇气 请让自己勇敢面对人生 好好努力 五 不要怀疑自己 只要你肯努力 一切都值得 有很多时候 我们会不会常常这样的怀疑自己 怀疑自己 到底行不行 怀疑自己到底可不可以 或许是我们太妄自菲薄了 总觉得自己做不成这个事情 总觉得自己做不成那个事情 到了最后 把所有的耐心都磨平 到了最后 把所有的信心都磨美 人的一生 到底应该怎么活 其实就是好好地活 好好地努力 好好地努力 不负当下 好好地努力 不负未来 好好地当下 不负我们所爱的每一个人 好好地努力 不负爱我们的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的是自信心 我们需要的是有足够的信念 这样我们的人生 才能够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足迹 胜利之花 也才能够属于我们 自信的那份美也才会属于我们 只要我们不要怀疑自己 那么我们就可以 好好地努力吧 我们的努力 终将配得上我们的这一生 感谢观看